這是例子的 鄧道長你其實是認識年輕人 認識他們當朋友 因為我個人講 我自己研究道家思想範疇裏 我們都要了解下一代的心志 心志想這件事 因為社會正在進步 我們都要跟著社會進步 每件事他們的生活上遇到的意識上那種成長 我們自己本身都要有責任去治 還有很多他們成長之下 現在好像電腦已經是日常生活家居上必須要用 甚至乎那些學習用的工具 在他們學習用的工具之下 下面如果有一件事干擾了他們的心心問題 我們宗教界需要去瞭解 那你怎樣去接觸他們 怎樣接觸這班小朋友 你可能剛開始懂得玩這些遊戲 而你是一個大人 比那些小朋友大 二十幾三十年人 怎樣令到那些小朋友聽你說 你用甚麼方法去教化他們 你這樣的做法不對 你見到網上的年輕人 有甚麼做法令你現在細鋒一下 我講回 初初我接觸他們的時候 一來網巴有這麼大 其實來說 有二百五十部電腦 長期開著 但那時我組織了一個學會 跟那裏說服了那裏的老闆 那裏有個辦公室 給我開了一個非牟尼團體 就開始招募一些會員 其實我那時也有百多二百個學生會員 他們做了我們的會員 因為我首先要學他們打遊戲 我入了他們的槍隊 入他們的槍隊 當然一定是被他們侮辱的 包括哈哈哈哈 打到我 厲害 在那個槍遊戲世界上 他們侮辱我 我就虛心學 我要告訴他們 我們做大人 我們都很虛心 要讓他們了解到我們做大人 未必一定要在他們 對他們訓話 是不可以的 我一來我要學一下他們的機制 二來遊戲裡面 究竟我們學到甚麼 三 我在體會他們裡面的狀態 就是我要知道甚麼 好 到我知道那時我會分了很多個隊 一個server裡面 平均四個server都爆了 我們的會員 在那時我就建立一件事 首先不要說粗口 首先不要拍摸屎 因為他們通常 一開始給我知道 一鋪之後就拍摸屎 然後粗口啵啵啵啵啵 整個場都是的 整個場 對 接著有些就是打架 你看到這樣是需要去了解他們 你為甚麼會這麼懶惰 到自己原來在遊戲的世界上 讓對方用一些 譬如說鼓滑招 自己真的挺生氣的 自己去學習去控制自己的情緒 後期我就會解釋他聽 如果你是高手你就不應該會生氣 你一定不是高手才生氣 我由這些 跟他傾談之間 大家合作性去訓練 大家合作 亦都分一些隊 隊長 教他們做隊長 去怎樣體會 遊戲世界裏面的紀律 我會教他們軍事紀律 隊長應該擁有甚麼態度 做隊員如何合作 訓練隊長長期開會 訓練他們學演講 在一個小隊那裏 他們一些課程度 做隊長平時不講話 因為他們打機通常不習慣講話 訓練他們講話 他們只會打字 訓練他們學講話 我記得當初那小孩站出來 每個人都打了 不懂得講 因為他不懂得表達 一看見人家已經害怕 他看著隊友 他是想講話 但現在看著鏡頭 看著鏡頭就好 他看著鏡頭就好 很多話要講 我便要知道原來這樣講話 我又去示範給他們看 怎樣去演講 做隊長要寫報告給我們的會 他們學習寫字 寫文章 由你點客觀去看一個人 教他去觀察隊員 教了他學觀察 那他學觀察 教他學觀察自己 這是需要一年半載的時間 Mansfield 當時你就是在那間機舖 認識了道長 是的 當時你打機的情況 是有多厲害 當時你是否只有六、七時 還在網報上 我挺不定時的 不過我通常就回完工 放了工之後就去打 最少我打三個小時 放工之後你即是放幾點 你放六點 六點左右 最少了三個小時 至少你錯過了一個晚餐 你不會回家吃晚飯 對 到現在為止也很少 年輕人喜歡出街吃微精 但是變成你很少見到家人 是的 你不在乎 其實也沒甚麼所謂 當時是 現在不是 現在超遠 當時你最厲害的打機 打了多久 20個小時左右 20個小時左右 但是你在網上 遊戲上 認識到道長的時候 他給你甚麼印象 印象 阿叔 一個扎著馬尾的阿叔 又不懂得打機 我不會理他懂得打機 總之你一方 為甚麼一個年輕人的地方 會有你在那裡 好人好者 為甚麼坐在那裡打機 但是你認識到道長的時候 你又覺得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很過人 因為他跟你一起打機 一起去吃宵夜 一起去玩 一起去聊天 那種感覺是 那種感覺是 家裏不能給你 家裏不能給你 即是他跟你建立了一種 不同 即是一代的一種友情 這些是家裏你拿不到的 但是當中你真的學到一些東西 你在道長身上 其實你見到甚麼 原來是能夠討論你的 原來是 即是可能在道長那裡 看到那一面鏡 照給你看 其實你是一個這樣的鏡 你發現了你當時是一個怎樣的人 怎樣的人 怎樣的人 很喜歡說髒話 很喜歡療女仔 很喜歡玩 即都是這些年輕人的毛病 譬如你喜歡說髒話 或者打機的時候發紋症 那道長又會用甚麼方法去approach你 因為他一定不會罵你的 是嗎 他又不是 不是的 他也會罵你的 他會罵你的 他怎樣罵你 他會跟你說道理 他會跟你說道理 但是他在說道理當中 會用一些很嚴厲的態度 很嚴厲的態度 去說你 但是說得你服的 服的 因為他真的說道理 例如呢 例如呢 你做得不對的 然後道長說你覺得 即是怎樣醒了你 譬如拍拖子 還有 就是 很不服氣 剛才都說過 做甚麼 你輸了 你會這麼懶惰 你是高手的話 你不需要發懶惰 你不需要拍拖子 你不需要廣粥口 你為甚麼會這麼懶惰 你是高手 那一刻是很入 很入 為甚麼 我自認是高手 是 我自認 我被人這樣一刀刺過來 那我那一刻就沒有聲出 唯有是 是 就是聽到這個道理 我們再看看大家的信息 5519就說 很多小學生都用了錢 同時間打機 不要說網吧 手提遊戲機都是這樣的 家裡打大機 外出是打小機 沒錯 你停不了 4109就說 我想跟小朋友說 其實遊戲機是給成年人玩的 每次都幾千元一部 幾百元一遊戲 找到東西才打機 我覺得4109這句話 純粹是騙小朋友 你很難 大哥是給大人玩的 4109你懂不懂 你都不懂 是小朋友懂得玩 你騙不到他 但力度挺好 我也想加入道長的隊伍 遊戲是假的 但軍訓是真的 真的有些軍訓 搞定跟你講 你無關